到两次,您看一下消毒记录 我们小区垃圾存储垫的各种设施每天都会消毒两次 垃圾桶表面会用进过消毒液的麻布擦拭消毒 也经常用规定蒙肚的消毒液进行喷洒消毒 嗯,做得不错,提醒你们,自己的防护措施也要做好 小区的老人和孩子经常会在这里活动 这里的消毒工作一定不要提罗 健身器材,儿童活动设施每天都用精有消毒液的麻布进行擦拭消毒两到三次 做得不错 今天通过检查你们小区的清洁消毒工作还是符合规范的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顺便提议一下,如果出现新冠核酸阳性患者 会有专班与你们对接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 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每一次探索 存在着资本市场改革 先行先市 科技强获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英文运行一年后 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每一次前行 推出30条具体措施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推出了金融16条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每一次突破 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 沪广同终于承担落定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每一次选择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 原油期货在上海 上海经的落地 国际同正式在上期所上市 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每一次我托付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遗食住行 安居乐业 每一次守望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守护好百姓的钱贷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 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脉搏上海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认经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我是袁建兴 今天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 短期高点是不是已经出现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很多投资一定会思考 为什么说一定会思考呢 我想老元四点今天讲的三条 第一点就要谈谈这个问题 从昨天开始呢 市场的一个震荡幅度开始增大 昨天先来了一个V 今天来了一个A过山车 很多投资者不太适应 因为这两天的一个反差落差 实在太大 昨天这个V给了大家信心 所以才会有了今天一个A 冲高的一个回落 今天上午呢 直接就往上一冲以后 冲到了3300点的一个上方 冲向了上方的一个半年线 我想成绩核实这个半年线 大家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到了半年线之后呢 这个市场开始思考了 思考什么呢 人生三大问题嘛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向哪里去 我是谁很简单 我是大A嘛 我从哪里来也很简单 上证指数2863点过来的 科创50指数从853点过来的 要到哪里去 这有点难 对于科创50来说呢 他从853点过来呢 到现在为止最高 已经涨幅超过30% 所以这个问题呢 他觉得应该让老大来回答 所以今天上午呢 走时还比较沉闷 老大这个问题也难 因为涨了这个大A 从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来说 也涨了有15% 那么按照之前有一个小姑娘 给出的一个估值要4000点 那就按照这个去嘛 那如果按照这个去的话 现在这个成交量上午是7000多亿 等到下午13000亿 还差那么一点点 那靠这个成交量 到得了到不了 可能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假如奔着这个目标而去 那么我想这个成交量 还得不断的一个放大 这一点成交量是不够的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看点 那就是看成交量 这是第一个老原试点 那第二个呢 毫无疑问今天是有增量吧 相比最近一段时间 来回震荡的一个成交量 来算的话 多了2000亿 那多了2000亿自然就是增量 增量的一个情况跟存量 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存量可以翘翘板 增量就不应该是翘翘板 那中午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五评的时候 就跟投资的交流 我觉得既然有增量 上午这个成交量放大 已经很明显了嘛 既然是增量 那就不应该再是翘翘板 而是应该把上午有点场外观望的 双创指数也带起来 下午开盘之后呢 我们确实看到场外的一些资金啊 把这个双创指数往上拖了 那其中呢 像宁德时代 宁王吧 带领创业板呢 是冲冠 也是非常的一个猛 但是到了下午两点啊 这个左右的时候 市场开始风云突变了 那么这个风云突变呢 主要还是来自于前期 涨得非常凶猛的一些板块 是什么呢 大金融板块啊 对吧 从大金融板块的一个走势来看呢 今天下午是拖累了不少市场的一个指数 只要看看券商指数你就知道了 前一阶段帮帮帮往上涨啊 今天上午也是大幅的一个上冲 但是最后涨是涨的啊 也是属于涨幅前列的 但是留下了极长的一个上影线 上影线几乎是啊 这个实体的两倍 同时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涨幅前列的啊 前时的啊 多多少少都是金融出身的啊 无论是这个保险银行券商 基金投资概念啊 等等啊 一大串都是跟跟金融相关的 但是你去看看 除了第一个保险 没有多少上影线之外 都是有极长的一个上影线 那么这是这样表明了一种 似乎到了上方有压力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是第二个看点 那第三个看点呢 我想这轮市场从2863点起来之后啊 我们很早就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我们的观点啊 是跟20年的3月到6月的 这波行情是很像的 都是走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楔形 上涨的一个楔形 然后20年的6月份到了6月底之后 7月份 啵一下子 10个交易日 一下子上升指数涨了15% 涨了460个点 成交量是放 放量上涨是 翻倍的 一个成交量出现 那么当时的这波行情 同样是券商 啵一下子涨起来 甚至券商当时是翻倍的啊 那么市场我们认为是有学习能力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上升楔形啊 时间要比当初短 上涨的一个幅度 理论上也应该更短一些 因为大家都有学习能力 不能是上一次15% 这次也来个15% 那你到了15% 你出给谁啊 所以一定会有人提前 但是问题是 今天的一个上影线 是不是代表着这个迅猛的 缩小版的 20年6月份左右的这个上升啊 结束了呢 这可能今天还得打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要拉直的话 得明天 因为今天晚间呢 美联储议席会议会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决议 那我想对整个世界金融市场 都会带来影响 是不是今天有人会提前 先来退场 来等待他的一个 议席会议的一个决议呢 这是我们明天的一个看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放在 明天再来考虑 当然在现阶段的一个市场当中 我觉得进入到这个位置 就算不是高点 那也是一个高点区域当中偏高的位置 如何保存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一个利润 是我们投资者更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不妨把盈利当中啊 预期现在的一个纸面盈利当中啊 你拿出5%来作为一个思考啊 作为对市场的一个考验一旦这个浮营啊 最高浮营下浮了5%你是不是有一个决心跟他说拜拜 假如有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这一波你会赚的少一点啊 因为他也有可能载起来 可能会赚的少一点 但是学会了止盈止损以后 在后世的行情当中 不至于什么 一天到晚来来回回蹭电梯啊 我想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个三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先跟大家做一个周末的一个通知啊 那本周六啊 也就是18号的时候呢 我们谈国人精节目呢 有一个交流会啊 是关于2022年下半场如何来把握未来 是我们这个牛伞俱乐部 今年的第一次活动 是放在线上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的 那我想主要是三方面的一个内容 第一呢 是上半年行情的一个回顾啊 里面有哪些教训得失 这部分的一个内容 我们不会讲的很长 第二部分内容呢 是下半年投资机会会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啊 我会把一些比较详细的理由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然后呢 我觉得科创版的一个投资机会啊 也是我们着重要把握的啊 此外呢 还有一些小的一个经验 包括如何去发掘从一到十的一些机会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交流 那么这两天呢 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可以在我们的谈古论经的啊 这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啊 给我们留言啊 那看到以后呢 我们会整理一下啊 到时候呢 在这个交流的一个过程当中 再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一个上证武林 得加中证1000指数的一个走势啊 那很明显呢 今天上来的一个走势啊 两者是起涨的啊 起涨的 但是之后呢 武林指数是连续不断的一个上行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证1000有点受不了啊 开始往下回落啊 整理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到了11点 开启了啊 跟上证武林同步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这个同步走势呢 包括之后的一个过山车 所以最后呢 中证1000是下跌的啊 那么这个呢 是留下了极长的一个上影线 那么之前中证1000的一个涨幅啊 跟科创50的一个涨幅相差不多 都是30%的一个等级 我想这个呢 是需要思考的啊 为什么到了这个位置 上影线会这么长 我们再来看一下 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啊 那今天北向资金 很显然是 所谓增量资金的啊 这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总体呢 是流入133亿啊 其中呢 护股通流入更多 77亿 深股通呢 是55亿啊 再看一下南下资金的一个情况啊 43亿的一个流入啊 我们看一下 护生量是重要板块涨跌的一个情况啊 可以看到保险 最后涨了7.71% 它呢 没有多少上影线 券商涨了3.1% 但是它的一个上影线呢 是它实体的一个两倍 那么此外呢 还有一些建材家居 淡化夹 MLA 一迪啊 那么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上涨 那看看下跌前类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煤化工 煤炭石油佛化工 中石化系 超超灵界发电 那么都是近阶段有过表现的啊 尤其化工类的一些板块啊 都是跟光伏太阳能啊 还有像锂电磁板块相关的一些啊 这个品种啊 那么现在呢 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下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请出来到厂内的两位 厂内的嘉宾 是张瑞泽啊 那另外还有胡嘉宾 在线上啊 跟我们投资者一起会做一个交流 那今天那个指数呢 是出现了一个放量冲高的一个回落 多万七高点是不是已经出现 我们来听听两位嘉宾的一个看法 我们先请出张瑞泽 我的看法是 目前成长股的反弹 是高点可能快到了 越反弹的话 它力度会越小 阻力会越大 而那个稳增长 偏价值类的反弹 我觉得它刚空间可能刚打开 可能还是会有震荡 但是会越来越好 好 这是张瑞泽的一个答案 我们再来听听 胡嘉宾对指数放量冲高回落 短期是不是一个高点 他是怎么来看的 胡嘉宾 我认为短期大盘已经见到了情绪性的一个高点 但是回踩幅度我预期不会太深 回踩均线依旧是可以做入场的一个动作的 好 这是胡嘉宾的一个答案 那看起来呢 回落这个幅度可能不会很深 待会呢 我们要请出胡嘉宾来跟我们详细的一个聊聊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其他一些嘉宾在有看 都加上了一些观点 那白颖街昨天晚间给出的一个观点 是不要让情绪来主导操作 煤炭短线高位调整不宜追了 持续关注大消费水利建设等板块 这是白颖街的一个观点 路易说今晚要警惕超预期的一个劳动 但只要量债那就无惧 板块涨停潮或不止一次 那看起来他后世也同样是比较乐观的 徐世龙在早晨的时候 开盘之前的一个观点认为 昨日券商带动指数大涨 今日市场获债3300点高位小幅震荡 高位震荡是震荡 但幅度今天还是偏大的 广美的一个观点是认为 金融股是高位出现的回落 短期看能否切换到中小盘 这是我们一些嘉宾的一个观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 请出两位嘉宾一起来跟我们聊聊 我们还是先请出胡嘉宾 来听听胡嘉宾的目前的位置 认为回落会有 但是幅度不会很深 那到底会到什么位置呢 来请出胡嘉宾 好的老员 今天的上证指数和昨天 其实比较明显是由金融股带动的 一波加速的一个行情 今天盘中触及到了半年线 打到了1月28日的低点 3356点附近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其实市场总体的状况 我觉得还是表现的比较良好的 目前走技术面 技术性上涨的一个痕迹 也是非常明显 每到一个关卡 它都会走出回落的一个状态 前面的3150点 3250点都是如此 所以在这里出现一定技术性的调整 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 那今天午后指数的一个回落 我觉得主要还是两方面因素所影响的 那一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获利盘的一个出逃 打到技术面的一个压制位 技术获利盘在这里进行一定的了结倾向 我觉得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动作 其次就是对于美国莉莉决议的 一种避险的一个做法 那今天晚间那个会议 提前做了一个资金避险 检操那个动作 这个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回调的幅度上来说的话 我倾向于不会太大 因为比较明显 现在我们市场对于外围的 不利因素的一些影响 是越来越小的 从近期我们比较淋漓的上涨 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悲观的预期 在3月和4月已经反映到极致了 所以现在影响比较小 所以说短期的一个影响波动 我觉得并不会影响 整体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结构 其次从基本面的一个经济增长来看的话 下半年的预期还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在整体的架构中 我觉得回踩的幅度相对是比较有限的 回踩的空间 我现在是看到上证指数 日线上的一个位置 目前呈现出的一个价格是 3250点附近 这里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 回踩入场的一个点位 当然了 这一波趋势一直保持着回踩均线 震荡走高的一个状态 如果指数跌破了时日均线的话 那相应的它的一个回调周期和幅度 相应的会加长一些 但是并不会改变指数 继续走震荡走高的一个结构 毕竟从2863点以来 技术面呈现出的是量价其升的一个状态 总体的构造 我觉得下半年看多市场 是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的 那创业版指数啊 其实走势上与上证指数较为一致 只不过近期的势头啊 略逊于上证指数 所以说走势上 我觉得也是有 可以借鉴的一个地方 今天创业版指数是达到了 4月份向下的一个爆发点的压制位 2630点附近出现了掉头向下的动作 同样我觉得也是回踩 时日均线之后 会有一定介入性的一个机会 可以作为一个 入场做多的一个切记 整体我还是对于市场比较乐观的 胡佳斌的一个分析啊 确实胡佳斌的一个技术体系上呢 他告诉我们这一轮上涨 时日均线啊 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每每打到时日均线就起来 所以现在没有打破之前 那我们还是当它是有效的 所以从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说 说得过去 但是要做好一个准备 他提醒我们啊 一旦跌破时日均线 那说明这个趋势变了 变了你就该有一个措施啊 所以这个是分析 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瑞泽了啊 来听听 瑞泽对目前市场 今天出现的一个波折 怎么看 来 我认为 以创业版为主的 这些成长股的话 它可能反弹的力量 反弹的力量会越来越小 遇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 然后那个稳增长背景下面的 天价之类的公司 可能震荡开始慢慢走高 可能开始打开 我要说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这段时间 我一直认为 创业版的反弹 就是成长股的反弹 主要是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是超跌 跌幅太大 但是这段反弹的幅度 其实也不小了 就这个原因在慢慢的减弱 第二个原因是 都在觉得通胀的 就短时间的前期 觉得外围通胀的压力会减小 所以说可能来自分部端的压力会减少 就有点宽松的预期又出来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反弹 但是现在来看 就这段时间来看 似乎并不是这个样子 慢慢的在被证伪 今天晚上这个 一期会议可能也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第三个就是窗口期 就是半年报的窗口期要到了 窗口期到的话 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在窗口期之外 有一个时间窗口在这里可以让他们做 所以我觉得这是反弹的三个原因 那么前两个原因 就是有点在消失 第三个原因 其实如果越是临近 那个半年报的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它的越是压力或者越是大 我当然这张图 这张图是反映的是创业 就是那个成长股 成长股的风格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那张黑蓝色的那根线 蓝色那根线 其实就是成长比上价值的这个图 就是如果是越是往下走的话 说明价值股是越占优 越是往上走的话 说明成长股越占优 另外张红色的图 是成长股减去价值股 它的经营人增速的这个情况 如果是越是往上走的话 说明成长股的经营人增速越高 越是往下走的话 说明价值股的经营人增速越高一点 相对增速越高一点 那么从这张图上面来看 从去年的 这两张图 这两个线是几乎是同步的 对吧 就是一个明显的 就是说相对 对相对增速谁高 谁就涨得好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张图 从去年的三季度开始 就开始出现往下走的情况 就是价值股的相对增速 要比成长股更高一点 当然绝对增速都不好 对吧 但是他们相对来讲 价值股要更好一点 所以说从去年三季度四季度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成长股的走势都在跌 但是成长股跌得更凶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未来我觉得 到半年报的话 这个趋势可能会越远越利 就是跟之前17年那个收市一样 所以慢慢的话 成长股的反弹空间其实是不大的 我觉得 慢慢的会转到价值那里来 而且下半年还是以稳增长为主 加上一些价值股的 像保险地产 他们的上半 就是今天下半年基数会比较低 去年下半年的基数比较低 那么下半年上升的增速会更好一点 再加上有稳增长压力 加上那个四五月份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它会有一个环比 同比增速都有上上台的这个动力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打开的这个迹象的 就是说 再加上有一个好处就是 之前我们说是要那个 大能讲的小型求证 就是你证测出来之后 数据是不是跟得上 现在来看五月份的收容数据 上周五公的那个收容数据 其实是还行 还不错的 比预期 今天也有不少数据 比预期好 今天的经济数据 其实都是在比预期好 包括消费的 汽车的 包括投资的地产的 就是比想象中的要好 这样不说绝对上不好 但是比预期中的要好 这其实都是说明政策的 这个在显现 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反弹 一个重要原因吧 好 谢谢瑞泽的一个分析 也是从一些经济数据 以及从去年以来 成长股价值股的 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 的一个表现 来跟我们论证了 他认为接下来价值股 可能机会更多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路易 来听听路易的观点 来有请路易 好的老人 今天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冲销回落 我觉得是和今天晚上 美联储决议 鹰派大概率会超预期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现在A股的市场火热度 相对而言比较高 那么事实上对于今天晚上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有一个担忧以及顾忌 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我关注到目前国内走的核心逻辑 还是以复苏叠加的流动性宽松为主 所以目前即便是近期出现一个调整 我并不会太过担忧 而且反而是站在买放 而不是站在卖放 因为3000点的A股 其实性价比是满满的 最后再来讲到就是国内的一个核心 国内的核心 我们之前聊到过 就是现在的行情 其实类似于2019年2月份的一个行情 是否会延续走出2019年3月份的行情的话 我觉得是要去关注成交量 是否维持在万亿以上 甚至于说像今天12700多亿 持续的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如果这样的节奏维持住的话 我觉得对于正求板块 会带来不止一次的涨停潮 甚至于会外溢到像光伏基建 以及半导体板块 所以整体的我自己的一个操作策略的话 还是以持股以及调整后的加仓为主 关注的方向依旧是光伏基建 以及港股的互联网平台 好的 谢谢路易的一个观点 我们也希望有不止一次的一个涨停潮出现 那么2021年马上要进入下半场了 A股后市投资主线到底在哪里 如何提前抓住强势股呢 现在登陆第一财经有看透家 报名年终重磅课程 决战强势股 精华战法融合大师投资理念 手把手教你跟踪主力做主线 决战强势股 系统知识巩固加实战演练 循序渐进 祝您构建系统的一个思维 随刻还将享受四大礼包 和强势股的一个交易手册 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下载有看透家APP 报名参与年终课程 决经下半年的投资机会 有看透家 让投资大有看透 好了 我们稍时休息 再回来请出两位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 接下来怎么操作 更安全 更有力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九十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的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志投 实战牌 股票学习平台 上海整装 写手百家建材品牌 全市助力 入广大装修业主 装出品质健康家 特此 上海整装开工季 自身设计师集结完毕 如这套户型 玄关设计收纳区 有效区分室内外空间 动线合理布局 保障全无空气流通 特此上海整装开工季 工程团队 以准备就绪 采用卫生间防水坝工艺 以及墙底棉增强涂刷等专利工艺 防止渗水漏水 并精选 起翻A级阻燃电线 无鲁低烟 更安全 特选鲁薄力 万象存水湾 及铜下水 防冲耐用 保障密封性 现在就拨打上海整装 官方热线 400338338 或扫码咨询 上海整装 开工季 优惠详情 活动期间 千元下定 更有32000元 家具全场任选 上海整装 全天候守护 严格把守 致力于为广大装修业主 装出品质健康家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 独家冠名 欢迎回来 市场最近这两天震荡幅度加剧 先是V型返船 然后又是过山侧的走势 哪些品种是安全的 这个是在操作的一个过程当中 似乎比判断指数的涨跌 可能更为重要 好 我们来听听两位嘉宾 对哪些板块 可能未来的一个机会会更大一些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要看法 我们先请出胡嘉宾 来 有请 好的老员 从今期的一个盘面 其实可以发现 为什么我说今天指数是一个情绪性的高点 因为从昨天开始 很多人气性情绪性的标的 就已经出现了高位向下的一个动作 今天只不过把这个效应更加发挥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情绪性的一些品种 包括今期连涨的一些品种 是有一个调整的一个需求的 而且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 比较明显 这一波比较明显最强的情绪性品种 新能源汽车和主板中的金融 是有一定的一个翘翘板的 早盘汽车其实就已经跌下来了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翘翘板效应 其实依旧存在的 但是主线方向上 我觉得依旧是新能源汽车 毕竟它的销量业绩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 资金不会轻易放弃 这一个好不容易打出来的方向的 那对于汽车 我觉得注意它一个调整的一个节奏 尤其是强风化之后 二次上车的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在指数调整之际 它也会出现同样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 具备补涨预期的一些板块和个股了 今天涨幅较大的个股 包括昨天其实已经展现出来了 很多起延期没怎么涨的板块 以及个股在这两天 逐步的奔发出了板块 那其中最强的 那自然是金融里边的一个券商股了 我也研究了一下券商的一些相应的逻辑 其实都有一个共性 包括今天盘面都有个共性 它都是属于偏权重类的 而且相对位置比较低 同样估值水平也很低的 包括在整体的行业业绩上 是具备反转的一个预期的 所以说它奔发出了较大的一个爆发力 但是在这里我的理解更多的它还是属于一种技术面和基本面的一个补障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里我也去复盘了很多的一个板块 看看有没有跟券商比较类似的 那在这里我就看到了一个食品饮料的一个板块 我觉得它跟证券板块有较强的一个类似度 所以在这里会很有可能也去复制像券商板块这样的一个涨幅 当然涨速弹性可能比不上券商 但是确定性上我觉得是不输券商的 在这里老元可以帮我亮一下图 我截了一张叠加图 下面的是一个证券板块的日线走势 上面的话是食品饮料板块的一个日线走势 比较明显证券这一波的反弹在上周 整个板块从低点反弹的高度只有10% 但是加上这两个交易日 整个板块的反弹高度达到了20% 它是属于一个加速技术面修复的一个状态 而且从高度来看的话 已经回到了今年2月份的一个高点 那整个食品饮料从低点我也测算了一下 目前的反弹高度只有10% 距离2月份的高点依旧还有10%的 一个空间 从估值水平跟券商来比较的话 其实也差不多 政策的预期性 那券商无非就是在炒一个宽松预期 那食品饮料其实也有政策预期 它是属于稳增长促消费的一个政策预期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技术面上 可能会复制一下券商的一个走势 同样它的反弹高度会看向2月份的一个高点 在这里我标了一个蓝色的一个柱状体 这是目前到达2月份高点的一个空间 整个板块大概是8%左右的一个修复空间 那就是从技术面上 简单的测算了一下2月份高点 目前来看的话会有8%左右的一个技术面修复 那同样的食品饮料板块 我觉得还具备一个就是基本面的一个修复 那基本面修复的话 这里我也带来了一张最新的一株数据图 老员可以帮我上下图 那这是一个5月份社会消费品的一个零售的一个数据 那中间我也宽了一个红框 比较明显中间像粮油食品饮料等等的一些大众品 必选消费品啊 它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率 那这是一个需求端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 而且我也对比了4月份的一个设定数据 也是同样的呈现出大众品必选消费品的一个增长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从需求端来看的话 整个的一个必消品的一个需求 还是有较强的一个韧性的 那这个对企业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这种必消品啊 它的供给一定是有绑照的 如果需求端呈现出了一个同比增长的 包括环比也呈现增长的话 那对于企业的一个利润点来说的话 会有所提升 那说白了也就是最艰难的时间啊 对于食品板块来说已经过去了 后面可能会呈现出业绩的一个增速 那这是从一个需求端的一个角度来讲的 而且随着后面居民收入的增加 包括品位品质的一个升级啊 也会促使一些啊 更多的一个消费的场景产生 所以说韧性我觉得是比较强的 那这是从一个需求端来阐述的 那还有一张图 那我们是从成本端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 从一年半以来的一个时间啊 食品饮料其实都是属于一个 杀估值的一个阶段 那目前估值水平也是处在中位数附近了 不是绝对最低点 但是已经处在它的一个历史中位数附近了啊 那原因就是因为成本的一个不断上行 那最近我也统计了一下一个 食品饮料上游成本 包括销售成本的一张图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的右表 那比较明显在22年一季度啊 无论是运营成本 销售成本还是管理成本 都是出现了下行的一个倾向 在本身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整个行业的出清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现在很多像上游原材料的价格处在高位 已经出现了滞涨的一个状态 现在成本不断的在向下移了 这对企业来说的话 也是变相的等于是分售盈利了 那这是一个成本的一个下降 好 谢谢带来的一个观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的一个详实 成本呢下降啊 而需求呢在上升 那么这个利润空间可能就有了啊 会支持食品饮料板块的一个上涨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瑞泽啊 来听听瑞泽 刚才跟我们谈了很显然 应该是对价值股还是情有独钟啊 对对对 那有哪些理由呢 来跟我聊聊 我还是比较看好 地产里面那些国企的龙头公司 那应该是国央企的就最好 我说一下原因啊 首先三个原因吧 第一个是行业集中度 有台湿的一个迹象 第二个原因是债务压力到期 会比较 最高点开始到了 要开始减缓 第三就是有低基础的效应开始显现 我们从第一开始说 所以现在行业的集中度 有那个抬高迹象 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天花板到了 18万一到了 到了之后 接下来几年大家预期是要往下走 往下走的话 你要有个别的 它只会有个别公司好 它不会全好 个别公司好的话 一定是一些公司的市占率会提高 那么从前五个月的销售来看的话 其实是看不太出来 但有些明显变化 但看不太出来 因为销售的数据都是指的是 之前拿的地 之前造了房子 来卖的数据 那么但是如果从拿地的数据上面来看 其实你有种感觉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从二一年的三季度开始 第三次第三批拿地开始 就会发现基本上参与的都是国企跟城投了 到那个今年的第一批跟第二批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企了 就明显明也看到一些比较稳健的那些公司 他可能就是他就是在当前整个销售都不是很好 他还拿地说明他还是未来是比较看好 或者说未来是比较有机会 如果是能够再卖的话 那肯定是实战率会提高了 对 实战率会提高 所以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迹象 第二个迹象就是现在的地产行业 它的还在到期时间 是七月份 我们看这张图 七月份是最高峰 最高峰之后就开始逐步的缓解 那么今年的钱 从一月份看到现在 这是往上递增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现在的压力确实是蛮大的 但是到了七月份之后 这方面的压力 就资金上面的压力 其实是开始减弱的 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他现在 可能会有点变松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同比的数据 从去年一到六月份 同比都是为正的 而且他正的幅度还是蛮大的 去年一到六月份 地产上是非常非常好 从七月份开始出现了 同比数据为负的情况 就那个时候开始 政策上面开始去延 一直到今年五月份为止 一直是负增长 那么到了六月份的前两周 我们看到的这是那个高频数据来看 其实是有些好 因为毕竟也受到了端午节的扰动 再加上今天发的那个五月份的地产的 投资数据 其实有企稳的迹象 那么也就是说到今年的下半年 我们再看向上图 就是环比的数据 刚才是同比数据 同比数据的话 今年下半年 其实它有个低基数的效应 环比数据上面来看 从这几周来看 对吧 其实有明显的向上走 虽然说美法跟前几年的 有明显的这个去相比 但是跟前几个月来看 是有这种企稳的迹象 再加上去年的这个低基数的情况 所以说我觉得它是有这种 想来整个大环境 是一个稳增长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地产行业 在今年的下半年可能会有 特别是里面的龙头公司 就是偏国企的龙头公司 可能会有更大的机会 好 那确实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 可能整个行业的机会不大 但是现在行业集中度 越来越高的话 那其中的这些龙头 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机会 那这是今天张瑞泽 带给我们的观点 那么这是两位嘉宾 是跟我们做了一个相应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有看头加莱的板块 要请出姚中原了 那昨天走了一个V型 今天走了一个A型 过三车的一个走势 尽管从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 还是红的多 但是如果从个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今天大概2100加市上涨 下跌的一个加速要多 达到2400500加 那么如何去寻找更稳健的一个机会 我们不妨来听听姚中原的一个思路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大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加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原 好的老袁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加莱了 我是姚中原 行情突破3300金融板块功不可没 而今天领涨的金融就是保险板块 保险板块从6月8号开始就持续跟大家重点讲解过 资金低位潜伏超9个亿 下跌结构结束 那在这两天主板突破3300的行情当中 保险板块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今天大涨超7%的巨大阳线 累计本周涨幅已经超了11% 可以说在这轮指数上涨过程当中 又再一次成功帮大家提前把握住了大涨板块前的启动机会 那当然今天保险板块已经加速上涨 短期我们不宜去追高 那今天又一个新的板块出现了明显的转折信号 这个板块就是工程建筑板块 也是我们的主线方向 工程建筑板块在昨晚市场当中 出现明显的上涨通道回踩确认 当时跟大家去重点讲解过 在趋势保持良好回踩通道的过程当中 今天放量上涨 并且一举突破了前期的下跌压力线 今日涨幅近3% 并且机构资金大致近买入超20个亿 这也再一次证明稳增长当中 工程建筑板块调整时间结束 后期有望进入到新的震荡上行格局当中 所以对于工程建筑板块来讲 我们后期一定要去做持续的关注 那今天如果你没有把握到前期大张板块的话 特地为大家梳理了 工程建筑板块主线当中 第一时间出现变盘的重点公司 和资金加仓的重点品种 你也可以通过扫买屏幕下方 二码的方式来关注到 工程建筑板块本人主线当中 机构资金重仓的核心品种方向 那在本轮稳增长主线当中 我们要去关注到的是 在前期机构资金累计大幅加仓 并且形态处于收敛三角形调整的过程当中 一直是处在资金持续吸筹的当中 并且在今天出现有效的放量突破 收敛三角形末端 机构资金大举近买入超过约1.5亿 很明显这些公司就是在趋势保持的过程当中 主力一直是保持在持续持仓加仓范围当中 而今天出现右侧突破信号 那这些方向当中就是后期重点关注到的核心方向品种 那今天给到您的主线当中的重点关注方向 你也可以通过扫码来免费的领取 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消费食品加工板块 可以说本周一开始持续跟大家讲解的食品加工板块 也是如期出现了连续的上涨 在站稳30天均线之后 这两天食品加工板块出现连扬走势 四连扬的背后是机构资金持续净买入 而在大消费食品加工板块当中 前期给到大家资料当中 有些均线出现明显拐头资金持续建仓的品种 这两天也是持续的大涨 今天大涨超5%左右 而这些方向当中 后期依然是可以去作为持续关注的 消费类核心品种 今天的技术讲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王哥 你快帮我看看 为什么我换了股票 还在亏呢 你啊 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才买的 是啊 投资股票最忌论乱投和道庭图说了 K线形态这么纷繁不大 但是如果有一套简单易懂信号明确的指标战法 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 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 当然了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来领取这套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好 好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让炒股更轻松 让投资预见美好 选股靠消息 买卖靠感觉 一根均线选股法可能解决你的投资难题 现在扫码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一根均线帮你看清多空趋势 看懂趋势强弱 解决你的选股难题 红线代表趋势向上 股价上涨概率大 绿线代表趋势向下 股价下跌概率大 一根均线结合趋势DK点 帮你判断买卖信号 解决你的择实难题 倍量突破均线即为买入信号 有效跌破均线即为卖出信号 现在扫描二维码 即可领取一根均线选股法 经典实用的均线选股战法 学会让你少走弯路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信连连看 微信连连看 欢迎你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投票的一个情况 短期的高点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我们的投资者是如何选择的 认为是的 已经出现了有69% 那剩下的就是31% 差不多是三期开的一个关系 那此外呢 对于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是胡嘉宾更高一些 达到了51% 那我们再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自投APP 0202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有5G投资图谱 有新轮延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轮延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深度剖析 各产业链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2年把握行情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 明日抢先报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自投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 就上九方自投 好了 我们进入明日抢先报 首先呢 来看一下上证中止的日K线 那今天呢 是开盘以后啊 就直接去上冲的 冲击半年线 那么直接冲到了3350点上方 才开始出现一个回落 午后出现了一个大幅回落 放大量收了一个 倒垂头的一根阳线 那由于上影线呢 是长达50个点 那基本上呢 可以说明上方的一个风险区域 已经禁区明朗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月转多周多日转空的一个趋势 是需要谨慎的啊 明天的一个参考不同区间 3271到3340点 那在这里为什么说 日转空的一个趋势要谨慎呢 那实际上呢 我们这里呢 是结了一个MACD 没有结KD结的一个指标 大家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看一下KD结呢 是在高位 死差以后呢 开始有所发散 而成家量今天放的如此之大 尽管创了新高啊 但是呢 收盘的一个新高啊 上冲的一个幅度 是相当的一个有限 所以应该要谨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创业板的日K线啊 那今天呢 实际上直接是高开 并且呢 高开在五日均线之上 中午前后啊 大概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呢 开始跟随主板 去冲击新高 尾盘也出现了一个 快速的一个回落 收了一个放量的 到十字K线 明天如果这根K线啊 这个是有两种可能 如果明天不跌的话 那就是先冷止路 还能够走得更高一些 否则的话呢 很可能会成为 避雷针的一个K线 那这未来的一根K线 加上前面这两根K线的一个组合呢 会形成一个黄昏之星的一个可能 两种可能明天都有 都有机会会出现 关键在明天开盘以后的半小时的一个走势 从趋势来看 月转多周多日转空的一个趋势 是要保持谨慎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不同区间 2527到2593点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时休息 再回来请出两位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 接下来怎么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龙虎决心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战中 经常会用到的龙虎决心战法 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 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来领取 龙虎决心战法是张瑶老师 二十多年股市经验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 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底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游资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减养得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峰之头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欢迎回来 本周末18号下午的两点 我们谈国人间节目 要举行一个线上的交流会 也是我们牛产俱乐部的一个活动 那么这次活动是放在线上 我们有看头加上是一定能够看到的 那么这次是正好是到了六月的一个中下旬 我们会展望一下 2022年下半场的一个行情 如何来把握 那我们很多投资都知道 上半年的行情基本上被偷走了 那如何去总结一下上半年这个行情 有哪些经验教训 值得我们后世去把握的 此外我们会花更多的一个时间来展望一下下半年的一个投资机会 会在哪些行业当中会出现 同时对于科创版的一个投资机会 我觉得一定还是要举行一个重视的 那我们也会分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阐述 那么此外呢还有我觉得一到十的一个机会 那往往可能会在科创版当中出现 所以哪些信号会出现一个一到十的一个机会 到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想这个18号下午两点 我们还是不见不散 接下来我们请出场外嘉宾胡佳斌 来听听他的一个观点 来有请胡佳斌 好的老远 操作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针对一些成长弹性品种 短期可能要做一定的一个减稠的一个动作 因为前期已经累积了较大的一个涨幅 短线来说的话 我觉得震荡调整是在所难免的 而且从很多趋势性很强的个股来看的话 今天也是出现了高位不利的一个迹象 本身涨幅大弹性高 所以说我相信他的一个盘中 操整的一个幅度可能相应也会大一些 所以在这里针对于成长板块 短线我觉得可以做一定减稳离场 但是回踩到尤其是均线位置附近 依旧可以做上场准备第二波的行情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毕竟他的业绩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 又符合政策又符合稳增长 所以总体的一个效应 包括打出主题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 会有第二波行情 那目前减棒之后 可以关注一下偏权重类的一些补党的品种 今天同样也是贴合稳增长政策预期的 像基建 消费 金融地产等等 也是出现相应的一个表现 本身技术面已经比较低了 而且很多板块也是接近历史最低的一个估值点位 确实也是具备一定的一个配置性了 毕竟他的一个估值性价比 我觉得已经体现出来了 安全边际高 所以说短线上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些 这样的一个品种 一方面过渡一下大盘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风险 其次也可以享受一下技术面和基本面修复 带来的一定的一个利润 谢谢胡嘉宾的一个分享 我们回到厂内来请出张瑞泽 来有请瑞泽 刚才听到那个路易好像 他说是现在的行情有点像19年的2月份 对吧 我反而觉得我刚想一想 可能今天的现在的行情更像15年的90月份 就15年90月份那波反弹很像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创业板的背景也是在有点货币的宽松加上那个敲跌太厉害了就反弹 但是价值股一直不怎么愿意反弹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情况不接 价值股没有到那个基本面反转的时候 才不怎么涨 然后创业板的就是通过那个货币宽松加上那个反 所以说有点像那个时候 所以说我是不太认为创业板这种成长股会反转 因为不成长这个基础 除非整个通胀这件事情落地 不然的话通胀之下我觉得是没有牛市的 就是大逻辑 我觉得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觉得整体还是看成长股可能会要差一点 但是可能会有点波动 等那个价值股可能要到这个进入反转的时候 还是有明显的明显的这个上去 但是价值是反转那个就是反弹 嗯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好啊那看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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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期待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 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每一次探索 曾在这资本市场改革 先行坚持科技强获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 英文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每一次前行 推出30条具体措施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推出了金融16条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每一次突破 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 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 沪广桐终于承担落定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每一次选择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上海 金的落定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 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每一次我托付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 人民生产生活的仪式助行 安居乐业 每一次守望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守护好百姓的钱贷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 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脉搏上海 分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下 我们要用怎样的心态应对中国经济新挑战 信心比黄金都重要 有了信心我们的市场才能繁荣 有了信心我们的投资才会增加 有了信心我们的股市才会上升 有了信心我们才能凝聚一股身 在新的不确定性下 奇稳中国经济大盘货币政策如何失利 我觉得我们应该以数量性调控工具为主 当然价格性调控工具也可以使用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里 专家学者们将共同解读 纷繁世界格局之下的中国经济 纷繁格局上的中国经济论坛 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 给了我们的企业家和我们的观众 所有的人新的一个视角 新的一个平台来考虑未来 纷繁格局下的中国经济论坛 非常成功 我们既分析短期的中国经济